厨房间写优乐定但却拿到另外一款药 病患在新店某医院看诊领药超过30年 最近发现晚上睡不好 原本以为是医师换药 回诊时医师却说这药不是他开的 所谓楼下药局药师才说 当天药品摆放位置有问题 想跟病患联系但电话打不通 不过这名病患说完全没有未接来电 病患质疑药师自主换至五年药 却没经过医师同意也没有确实告知 因为他的管制药品都锁在柜子里面的 那可能就是那个可能房间 这个病人多那主房间很多 可能在忙中有错 他的功能就是助眠 那都有人在用 当事医院了解后坦承药局药师疏失 未来会多加留意 但查明后病患不是被换药 而是被拿错 优乐定是白色扁原药定 在安诺是粉红色椭圆形 外观不同 优乐定是中长效的助眠药 在安诺则是短效的抗焦率 成分药性厂牌剂量都不一样 其他药师分析 如果要替代用药 必须成分相同 同剂量才被视为相同药品 它的作用上 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在 在这种短暂的错误上面来说 我相信其实并不会对身体 产生很严重的一些反应 或者不良的一些反应 但是呢 可能在这种错误的给药上面来说 我们药师都还是要再更警醒一点 那医药师法17条的规定 药师条剂应该按照原处方不得错误 查证处时呢 后续可依违反药师法 17条呢 开罚新台币2000元以上 1万元以下 卫生局将到该医院击查 也强调若药品有缺乏 或要换药 必须经过医师同意 否则就算违法 TVB新闻权调若药 新北采访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